有客人來到彰化知名的鹿港老街 也會體驗搭乘當地觀光三輪車 我現在有合法業者爆料 有同行是向縣府申請合法車牌之後 居然有所AP牌事件嗎 他掛的是未經檢驗的三輪車 而且沒有持續投保公共意外險 讓城的安全備受捲移 證件麻煩一下 你的證件 我在客人買買東西 對啊證件 這樣子還要開 來到彰化知名鹿港老街 既然明明是行人徒步驅 但好幾輛三輪車擋在路中間 還有機車自小客車和行人針道 警方當場置單舉發 但違規的還不只有這一屆 停車就看車了嗎 這已經不能停了 停車就看車了嗎 替我們導覽車要停在哪裡 不能這樣停啊 來到鹿港 不少遊客會體驗搭乘觀光三輪車 不過除了違規停車 直接在路邊攬客外 有合法三輪車業者爆料 有同業申請合法車牌 卻掛在未經檢驗的三輪車上 也就是俗稱的AB車 合法業者每年投保公共意外險 每輛三輪車要3000元保費 但有不法業者心存僥倖為繼續投保 卻懸掛縣府合法的車牌 一般觀光客也難以察覺 經過車輛的檢驗合格 然後並且取得進行保險之後呢 那才可以來跟縣府申請許可 那拿到牌照之後才可以合法的上路 那每年也要在定期的做安全檢查 以及投保保險 方至今年1月1日迄今 針對各類違規 以舉發總計477件交通違規 彰化縣府和警方除了加強聯合機查取締外 也提醒遊客選擇合法三輪車業者 租用車輛前確認三輪車上的雷射落馬 要和懸掛的車牌一致 才能安心出遊 記者李一峰 彰化報導